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在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共修 虽然地方不大 还有点小 但是从我们的内心而能够写出来的 是很发心的 一个道场大不大 那个不是关键 关键在你那个心 有没有阿弥陀佛 那个才是关键 可能有一些有阿弥陀佛异的 师父有点对不起 因为我可以读读英语 但是我可以读读英语 我读读英语是可以的 也不会讲英语话 也不会讲英语 但是师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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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借这一次的 依陀圣诞的姻缘 想跟大家来 借个法院 来跟大家讲讲话 像刚才我讲的一个道场啊 大小那个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我们这个心 有没有阿弥陀佛 那个才是关键 一个人啊 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 是从他怎么念来出来的 是从锻炼出来的 在哪里锻炼呢 在你初始待人节目 在你每日在生活里面 无论与人相处 与世相处 你那个心有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只要你心每一分每一秒在一切处啊 没有阿弥陀佛 那往生西方净土就有保障 就有依靠 所以 我们呢 一定要好好记住这句话 只要心有佛 一切众生皆是如来 心没有佛 就算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也没有好处 区别在这个地方 用人心不一样 所以啊 我就借这个佛诞 阿弥陀佛的圣诞 感恩大家啊 这样讲话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大家眼睛啊 不要有个眼睛盯着我看 师父会发动啊 师父讲什么 我听不懂 所以啊 讲经法是不是很难啊 像以前 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呢 在这个讲经当中啊 第一天 有十个人来听 第二个人啊 有四个人来听 第三天 只有一个 然后我这个师父啊 就跟这位居士讲 说 你很了不起 你最了解我的 既然你能够还在这边念你 听我讲 这位居士啊 就跟我的师父讲 他说 师父啊 不是我的听信 我在等 师父什么时候离开 我要关门 这一下 我们师父啊 也是很难啊 还是乖乖的走出去了 我今天呢 我就去这个法院 别闹了 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希望等一下 钟如 不要剩下一个人 那我们轻松来写佛了 我们轻松来写佛 刚才我 看到大家有供灯了 接这个 弥陀圣诞 来这个供灯啊 这个供灯的功德很大 确实很大 像我们法师 供灯啊 不是为了 求这个功德 祈求三宝加持 让这个世间一切终生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有这一张灯 这个灯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智慧 人只要有智慧 福报就有了 人没有智慧啊 就算他有福报 这个福报 会让他去造业 造了业啊 将来就会受国报 这个国报都是在三个道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灯很重要 他的功德就是在这个地方 开发我们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啊 就是好像一盏灯照亮我们的人生 你这个人生能不能快乐 能不能幸福啊 不是靠你有多少钱 不是靠你有多高的地位 或者你的人亡有多高的地位 不是靠的是你的智慧 所以在佛法里面叫做 戒定会三宝 有定开智慧 有定义有戒 戒就开智慧 一不是二 也不是三是一个 好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那这个开会是怎么样的 来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呢 那就看你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怎么样去学习 看破放下是大智慧 而且看破放下 从你的内心的烦恼 内心的执着 对人对事的计较 或者对人对事的一种嫉妒 你能够通通的放下 这个就是智慧了 所以这个功德很难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很舒服 所以昨天我们的党部 说师父 能不能常常来 没关系啊 我可以常常来 看你怎么勤啊 对不对 只要大家啃我过来 我就过来 大家不想我过来 我会随眼啊 没关系啊 我躲到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今天啊 原本呢 我想跟大家 讲这个四念处 但是啊 因为最近啊 我去过很多地方 遇到很多近中学会的 同修 特别是初学佛的 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想要把这些问题哦 我也跟大家讲一讲 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我们博士啊 没有这个问题 四念处啊 其实呢 是一个很高度的智慧佛法 大家能够依这个方法去修行啊 没有一个不正果的 特别是我们修行想要脱离三界 了生死初三界离苦的人 四念处是一个好手段 是一个好方法 特别 它是来帮助我们这个 对这个我指 严重的执着一个手段 我指 而这个我指呢 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根本烦恼 我们人的烦恼 都是很多从这个我指而来的 才会有烦恼 才会有痛苦 才会有六道道 才会有三个道 如果我指没有你 你成佛了 所以这四念处呢 是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 教我们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问题呢 是阿南尊者 当释迦牟尼佛宣布 我要入涅槃了 就是佛要离开这个世间呢 阿南提出四个问题 这四个疑问呢 其中一条 好好的 都是讲到这个四念处 阿南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佛啊 他说佛 你老人家要入涅槃了 要入涅槃了 佛不在我们身边呢 我们要以谁为助呢 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 以四念处为助 只要大家以这个方法来修行 等于佛在世 没有什么两样 那这个四念处是什么呢 是什么 嗯 四念处啊 第一个啊 就是观 身佛记 观受是苦 观心是常 就是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个是个 观想这时刻 只要你能够依这个方法去修行 那等于佛在世 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这个是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断除我们的我持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很执着 从财 哪一个人不喜欢财的呢 请记住 你不喜欢财的 你不喜欢财 你们不喜欢吗 没有人不喜欢的啊 财赦明十岁 五一六成 我们很痛苦很烦恼 无法过于幸福的人生 就是因为我们很执着这个 每天被这个五一六成团团转 拉着走 再加上外面的诱惑很强 力量很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走错路 走偏了 走偏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照灭 照着灭也 将来当然会收火爆 所以这个思念处啊 是一个好的方法 观身不见 观身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不是很肮脏的 你看我这个身体很肮脏的 这个身体不是很安静 很肮脏 那你何必在执着呢 我们可以照顾 可以来保佑 但是不能执着 很多这个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 但是这个因缘啊 只能在下一次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好的因缘啊 其实跟大家来讲一讲 像是我常常看到 特别是女生 不是你们啊 你们都很好 是外面的 有一些女生对这个身体很执着耶 你看现在你去外面买东西 卖的都是男的东西 男生的东西是女生的东西 女生的东西多啊 卖女生的东西也好赚钱啊 对不对 第一个你洗完澡你要画露线了 你要保养啊 对不对 你要画你的脸啊 出门你要化妆啊 对不对 种种的 其实呢 就是让我们明白啊 这个身体是假的 不要过于执着 你一直做才开始照应 照了一天 那讲话以前那天说过到了 所以这个好方法 让我们对这个身体不要过于执着 要懂得怎么样 要借这个假的来修正 所以啊 我这个姻缘呢 等下一次跟大家来说明 那我现在啊 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都是一些 我们常常在道场遇到问题的 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这些问题 大家可以跟大家说明 比如说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亲戚 或者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儿女 或者谁啊 朋友 你遇到这些问题呢 希望你能够给他解释 你看我们现在世间 我们这个地球啊 它人类有多少人呢 人口有多少 你们知道 多少人 七十多亿人 七十多亿人口 全世界的 那学佛的人呢 大概将近九亿多 九亿啊 这是百分之一 九亿 多不多 也很多了 大概八九亿了 将近要九亿了 那这学佛的 有九亿的人口 真正能够闻到我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然后呢 又来发心念佛 又在这一生当中 我很想亲近阿弥陀佛 一层一层的淘汰 你想一想 大概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多 很少 就好像我们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口有多少 一百多万 一百 将近二千五百多万 一百多万 真正学佛的有多少 很少 不要说整个澳大利亚 说我们西澳 西澳人口有多少 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里面 真正能够一道念佛来念佛 真心来念佛的 而且这一生当中将来 应该这个世间 我要用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解的世间 有多少 一目了然啊 这几个而已啊 不多啊 能够遇到没有 但是啊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你们有福报耶 你们的福报很大耶 你能够在这个念佛堂 来念佛 来发心 来发愿 说明明什么 你的福报真的很大 你要懂得珍惜啊 你不好好珍惜 过了这个春 没有那个点 你要等到来世 我再来念佛 等到来世我再来发愿 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人啊 容易被迷惑 迷惑了就照应 所以啊 得人生很难 闻到佛法更难 再加上你能够念佛 那更加难了 你这一生不好好的 把握珍惜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将来的时代 将来的世界 会一代不如一代的 而且将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的 灾难越来越多 天灾人祸 一来越平凡 你想要真正有这个环境 来念佛 来协佛 不是没有一个 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 没有 看你的福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念佛的人 是什么样的福报呢 你看五量寿经佛不是有讲过一句话吗 讲什么呢 若非往往西修福会啊 与此正法不能吻 就是说你过去生中如果没有修了很大的上根 很大的福报 你这一生能够吻到这个正法吗 这个正法就讲尽中的意思 所以讲你念佛法门这个 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吗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念佛吗 你不相信你在路边那一个人 你跟我念佛 他会跟着你念佛吗 不可能啊 甚至可能会骂你啊 你头脑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过去生中修了很大的福报 你才会这一生当中遇到的 然后释迦牟尼佛又在五量寿经告诉我们 以成供养诸如来 也会 则能欢喜信取世啊 就是说你过去生中啊 曾经供养有无量无边等等 诸佛如来 你才能够这一生当中 遇到了这个法门 你又欢喜 你又高兴 你又能够念念 你又能够发愿 你才会有这样的善跟福的因缘 所以你们是有大福报的人啊 你看 佛在五量寿经不是有讲过一个公案吗 阿瑟王子 他有供养四百亿的佛 你说他的福报大不大 福报很大 供养一尊佛 你的福报会享受无尽的 就算你将来不到西方级的世界 人天福报 你这样的享受 供佛的福报 阿瑟王子曾经供养四百亿啊 他才会有遇到这个佛法 但是虽然福报很大 他的善根不够 为什么善根不够呢 当他听释迦牟尼佛讲五量寿佛经的时候 他没有发愿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所以他善根不够 今天呢 如果呢在这个当方中你念佛 你发愿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将来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你那个福报啊 比阿瑟王子啊更大 真的耶 供养一尊佛福报很大 不要说供养佛啦 供养一尊辟字佛阿罗汉 你那个福报啊 享受以无尽的耶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释迦牟尼佛堂弟有一位叫做阿尼罗洞 刚才你们念弥陀经有没有 弥陀经有十六大弟子的代表 最后的十六位的阿尼罗洞 我们念是阿罗洞 非常像是阿尼罗洞 有没有 你有印象吗 有没有 阿尼罗洞啊是泛 翻成中文呢叫做无贫 贫是贫穷 什么意思呢 都是他长节以来啊 生生世世啊 没有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就是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 生在一个很好的国家 至少都是生在帝王之家 大富大贵的 那你说阿尼罗洞的福报是从哪里来的 从布什来的 布什给谁啊 他曾经遇到有一位辟字佛 辟字佛不是佛 他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布什佛是翻 翻成中文叫做因缘觉 就是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 用现代来讲 布什佛跟阿罗汉罗是一样的 是正佛了 有修行有成就的 叫做布什佛 他只是供养给他而已 供养他 什么呢 布什佛在出来脱钵的时候 他供养给他 供养给他的时候 他的果报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件的最统修大的 在这个世间 什么样的人最有福报呢 福报贵纳五大三大类 哪一类呢 健康是不是 长寿是不是 福贵 这三种 你想要得到健康 长寿 福贵 你要修因啊 你才会有果吗 你没有因哪来的果呢 这个因在哪里呢 从布什来的 所以做人不能太吝啬 吝啬 几乎都多了恶鬼道的 就算你得人生 都是贫穷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位菩萨想要成佛 像我们将来要到西方节的世界 我们第一章学习的 学佛要先从哪里开始 从布什 所以佛告诉我们 菩萨要成佛 你要先布什 而且修圆满才能够成佛 成佛佛 他还要一百节的时间 把这个布什 还是要继续修圆满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六度万恨 六度里面第一条是排在什么 布什 持见 经见忍油 禅定伯仁 布什排第一的 而且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布什讲得很长 你看地藏经 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第六品 不是告诉我们吗 布什功德品第六吗 把这个布什的功德讲得很长 教我们从布什开始 所以今天你能够送在澳大利亚 不是偶尔的 是你的福报 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去了解一下 你看看 阿瑟王子虽然供养四百亿的佛 但是还不如我们一起阿弥陀佛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福报才是真正的大福报 超过阿瑟王子那个福报 为什么 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福报是圆满的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今天来念佛 我能不能不修布什 你说可以吗 我问你啊 师父我念佛就好了 我没必要布什啊 我干嘛布什 我将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在那边修布什 我告诉你 你往生不了 而且假如你成佛了 假如我说你成佛了 你要来度众生 我告诉你 你会饿肚子的 没人供养啊 你不布什 谁能够跟你给你供养呢 谁能够跟你解散眼呢 像我来到这个西奥 如果我过去生没有修布什的话 我可能会说西奥很难耶 我可能会肚子累 会拉肚子啊 我怎么讨官能跟大家来供修呢 不可能啊 比如说我到这个西奥 有人说师父 有人要请吃饭 好呀 为什么不好弄 说明什么过去生 我们还修一点点的布什 去布什很重要啊 你看在西方吉德世界 我们在西方吉德世界 那一边的菩萨每一天 在做什么 第一种事情修布什 佗经不是讲了吗 常以清淡 什么叫做常以清淡 就是早晨五点到七点 各以一格就是穿这个架纱 城中妙花 拿着花就是这个花 去做什么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十万亿佛是一个表法 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绝佛 供养佛 供养之后 然后回到家 即使时还到本末 当你回到西方吉德世界 你的面前 早餐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不用煮菜 也不用买菜 也不用洗菜 也不用这么麻烦 吃好了 主动就没有了 也不用洗碗 为什么不去呢 还只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多好呢 我告诉你 还是无常了 还是假的 就算你很有钱 总有一天你也会离开他 就算你很长寿 只有一天 你还是避免不了的失望 来得好呢 生老病死 拔苦交尖 天天饶着我们的人生 你说快乐不快乐 快乐 请问大家 哪个人不怕洗手 请记住 没有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怕呀 所以在西方吉德世界 说实在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你看哦 我们在这个地方 想要供养一尊佛 很难 我们这个时代啊 会出现一千尊佛 释迦牟流派第四 第五尊是谁 第五尊是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还多久能够在这个世间出现呢 五十七亿七千万年了 七百万年了 五十六亿七百万年 还这么长的时间呢 米勒菩萨才出现在这个世间 而且出现的这个世间很短 你天天可以看到米勒菩萨 几年而已 他就离开了 像释迦牟尼佛还很长 四十九年 米勒菩萨出现这个世间很短 非常的短 他的使命做到了 该做的 该做的 时间他就早 但是今天如果你在西方吉德世间 你天天可以看到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如果听到 你是阿弥陀佛吉德世间来的 你是VIP的 你是贵宾 对不对 你是西奥金钟学会的 我来了 赶紧进来 VIP的 他念国的好处都是在这个地方 在西方吉德世界 而且米勒菩萨天天 往西西方吉德世界去什么 去教书 我们天天可以看着他 多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很难 所以以臣供养诸如来 虽然我们供养很多这些诸佛如来 还不如我们供养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比什么更重要的 你看师傅 师傅最喜欢看的故事 就是净土圣玄度里面 念佛王山传 就是黄达铁 大家有没有听过 黄达铁 生活很辛苦的 他一天不工作 一天天的吃饭 真的 他天天在工作打铁 你知道他从几点打铁 2点凌晨 达到几点 晚上8点 所以他拼命的工作 给他的儿女 为他的太太 为他的家属 所以每一天 一年365天天天工作 很辛苦的 打铁很辛苦的 我们澳大利亚还不错 你退休了政府还会给你退休金 对不对 你看喔 政府比你的儿女更铁花 有时候你做妈妈 都会跟儿女拿一点钱 看儿子的颜色 有时候会这样 真的耶 做妈妈 我等一下要拿钱供养 给博士金钟修 这么干嘛 供养给他 对不对 会这样吗 有时候会这样 像师傅有一到一位老人家 跟师傅施苦啊 师傅 我好难过 我想要供养给师傅 都没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 我每次跟我儿女拿钱 儿女都骂一大堆 澳大利亚不用耶 时间到了 两个星期 主动到你的户口了 对不对 你不要跟他拿 也不要跟他要 主动到你的户口了 我用这个钱来供养 黄达铁没有这个机会 他没有这个机会 天天工作耶 当他遇到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 当他有人介绍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以前工作很辛苦 一边打铁很辛苦 从他认识这个佛法 从他认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一边打铁一边认阿弥陀佛 越打一块块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那个心都是发起的 都是很欢喜的 都是很快乐的 无论在什么的生活中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他还是能够化解 一些意义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跟他 如果来比较一下 差得太远了 但是你看他老人家 才三年耶 人家念了三年了 而且一直死字 告诉他的太太 我明天要回老家 而且往生之前 不会认识字的 也不会讲经 也不会写诗的 既然会讲一句 讲一所诗 告诉他太太 叮叮当当的打铁成岗 太平将近活往西方 一垂下去了 走了 站着走了 没有心气 没有痛苦 夸欢喜喜快乐就走了 我们呢 念了几年了 还是一样 糊里糊涂的 该烦恼的也烦恼 该痛苦也痛苦 该计较也计较 该执着也执着 一大糊涂 所以从这个地方 当然很多人问 师父 师父 今天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说实在的 你很幸运 你很有福报 只要你好好念这句面好 将来时间到了 你有能够把握 你有能够保障 最主要的 你那个身体不会生病 而且健健康康的 时间跟着阿弥陀佛走 什么事啊 能够聊了 我们这个世上 什么都是假的 不用过于执着 过于执着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没必要 能够抗开一点就抗开 能够抗破一点 能够抗破 能够放下一点 就尽量放下 不要把这些烦恼的 种种的机会 放在你那个心 变成你的障碍 那真的很可惜 人生难得 所以师父啊 每次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在我的师父心里 才想是什么 都是假的 真的是什么 阿弥陀佛才是真的 所以无论有多苦 那种苦就化解了 比如说有人来批评你 有人来针对你 或者有人来侮辱你 用一种不善的语言来侮辱 来伤害你 你会难过吗 不会的 就算会难过 但是很快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佛法的好处啊 念佛的好处啊 大家为什么不做呢 对不对 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 就算一定有人没有人来供养 无所谓一句阿弥陀佛 吃个泡面也可以 对不对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生活 没必要去计较 人都是无常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懂得珍惜 这个珍惜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机会 你不能这么简单的 容易把它忽略了 你忽略了那就很可惜 好好的 将来啊 你们能够成就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当我读到这个《武良寿经》 我在说啊 我这一生当中 最信任的就是避到这个法门 让我一个方向 我一个目标 将来我离开这个世间 我知道要去哪里了 因为我知道六道很苦啊 你看哦 三三道 生在天界 天界也是很苦啊 三界如火载啊 你说 天道很辛苦啊 很快乐吗 没有啊 一爬一高一帅一桶 在三二道 三二道也更苦啊 真的 人多三土五千节 人不小心都在三二道 需要五千节的时间才能够出来 那个节分为三大量 一个叫小节 一个中节 一个大节 那小节的时间是怎么算 节的意思就是说 是佛教 印度教的数 是用来计算时间的 那小节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我给大家来算一算 让你那个里面摆一下 楞严经啊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人啊千万不要多这三二道 一多了 很难出来 这讲十亿 你看那小节怎么算 人的寿命有八万四千岁 每过一百年啊 人的寿命减几岁 减到最低的几岁呢 十岁啊 十岁 然后呢 从十岁每过一百年 人的寿命都增了加了一岁 增加多少岁 到八万四千岁 然后一针一减 一针一针 这样来回哦 这个算什么 算小节 你想一想 那个多长时间很长耶 二十个小节 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 一个大节 你想一想 如果今生我们墮在三二道 人墮三土子 五千节啊 不要说大节 从小节的时间 你那个时间 你那个时间要多长在这个三六道 五千节耶 所以啊尊敬的主要同修大德 你要相信佛的话 人啊 不小心啊 容易躲在三六道 为什么 容易被迷了 人一迷了容易造业 造了业将来收获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心 每一天要念佛 就是这个最大的永远 所以呢尊敬的主要同修大德 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真的很信念 所以四个世界走到哪里呢 都是每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晚上睡觉之前 我会观想 观想什么 阿弥陀佛如果今天在我的面前 告诉你 我现在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肯不肯去 我马上跟阿弥陀佛说 我赶紧跟你去 因为我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真的是很猴的 真的耶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 阿弥陀佛突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 马太啊 我再过几天 我要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等一下啊 我还有很多年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 对不对 我还要请师父吃饭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啊 还没处理好啊 那好了算了啦 阿弥陀佛我就不见了 所以很难 说的容易做起来有时真的非常难 但是 释迦牟陀佛告诉我们 最主要看你怎么是争取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师父呢 学了这个佛法 心平衡 遇到什么事情 阿弥陀佛 人家冒我们 阿弥陀佛 人家侮辱我们 也已经阿弥陀佛 人家怎么批评我们 也已经阿弥陀佛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也不要跟人家计较 多快乐啊 我们人阿就是喜欢计较 到最后 苦还是自己呢 阿弥陀佛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阿弥陀佛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阿弥陀佛的很开心 很快乐很幸福的 看你怎么用而已 所以我就是这个人 对不对 那人家今天供养你 一碗泡面 很开心啊 真的 不要计较这些 这个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若非往行修虎毁 于此正法不能问 以真供养诸如来 真欢喜幸福 我 上一次 从雪梨 要坐飞机到图文堡 紫飞坐飞机 那个小飞机 小飞机 是那个 叫什么的 对 很小 那一天 那个天气真的很不好 而且坐这个飞机 那个椅子好像是 好像按摩椅 一蹦上去 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像按摩椅啊 而且那个很吵 一飞上去的时候 那个飞机一直摇 真的摇 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害怕 我很佩服西方的人澳大利亚的人 因为全部坐在飞机里面的 都是澳大利亚的人 只有我一个华人 他们飞机越摇 一摇啊 他们呢 越笑越大声 我摇啊 好大声 一直笑 笑很大声 师父啊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 不拿这个念珠啊 在那边 阿弥陀佛 旁边的那个人 我对你 我对你 提醒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祝你 阿弥陀佛 祝你 你看 那个念珠啊 不会讲英语嘛 是一个女众的 后来呢 我就把这个 看到你这个念珠啊 很好奇 我就把那个念珠送给他 那个念珠啊 我用了十几年 知道吗 我很舍不得耶 我真的很舍不得那个念珠 因为这个念珠是老的上 送给我的 所以我一直用它 知道吗 那个念珠 所以现在我手上没念珠了 我供养给他 他也蛮开心的 我说 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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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跟着我念耶 两个人念阿弥陀佛 那个飞机游得很厉害 真的好厉害 哦 那个心脏都受不了了 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那个洋人啊 你下飞机呀 阿弥陀佛 祝你 我刚才讲 Yes God bless you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呢 我在一个很多地方啊 他说 师父 阿弥陀佛这些名号的功德有多大呢 那我请问大家 这些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你能够知道吗 这一句名号 《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 不断的为我们介绍 为我们告诉我们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太大 这句名号的好处 是太大了 只要大家 符合经典里面去好好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中风果子在《三十十年夫子》讲一句吗 灭八万亿解生死的众主啊 在《五量寿经》 在《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你不会告诉我们啊 当一个人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那个 土顶的光啊 弥陀的光啊 照亮什么 四十里啊 土照整个大地 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不能着身 就是说 它不会来干扰你的 只要你那个心念的佛一念一好 就像那个灯一样的 它不会像马上那个蜡烛 扑一下扑一下 它很亮的 但是你那个念佛心散乱了 你那个心的念佛号的光明好像像蜡烛一样 扑一下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会亮 你看那个灯 一看它就是这样 那念佛也是如此 四十里 所以很多人说是网网 那这句面佛的功能有多大 是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赶紧好好念佛 念了佛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能够往生西方极德世界 亲见阿弥陀佛 你把这个问题去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给你解答 你是问他老人家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面佛是他创造的啊 他最清楚的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道述我们 这句面佛呢 只能谁能够知道 以佛为佛啊 方能究竟 九法制的众生 是不可能能够了解的 是这个意思啊 你要知道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没办法去体会得到 但是你用你那个心 去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就能够感触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力量 确实是真的 看你怎么用心去念 只要你用心正确了 你那个功德太大了 所以很多人啊 像我最近 我遇到很多一些 敬忠的那些 他说师父啊 十方一气 诸佛如来的名号 这么多 我们心中为什么是念 专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 我现在问大家 你们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 谁能够解答 讲出来啊 你们为什么要念佛 你看 你看 祠方一气诸佛如来的名号很多 有要是佛 平入身 那佛 对不对 这么多的佛号 那我问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的原因 你为什么要念佛 天能够解答 有人问你 有人问你 天啊 有人问你 你为什么要念佛 像师父最近 常常遇到很多 他说 师父 你们佛教很迷信的 你们佛教是拜神教的 多神教的 而且是最低等的神教 你们这些佛教是搞极端搞迷信的 这个是什么时代的还在学佛 那我问大家 我们念佛的很极端吗 是吗 他说有时候呢 今天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怪他们 怪我们自己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 问我们自己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像师父也认识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呢 两个人 两个感情很好 非常好 他的太太呢 然后呢 听经 念佛 到最后啊 回到家里 什么都不干 衣服也没有好好穿 以前穿衣服很整齐 出去一出门了 也没有化妆 反正不是很简单的那一种 他先生看到这样 你说他先生会讨厌吗 我们要出去 以前穿得很漂亮 出去跳得很快心 手牵手 两个人出去 这么亲密的 现在 要跟他牵手 他在跟他讲什么 是假的 那个是假的 念佛最主要的 赶紧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他说先生会讨厌吗 动不动 回去呀 不洗衣服 不烫衣服 不煮菜 都是假的 你说你先生会来写佛吗 你自己不做一个好样子 你怎么能够度化别人 对不对 以前出去穿的衣服都很整齐 哎那个都是假的 带不走的 不要搞丑啊 对不对 广东话是不是这样 不要搞丑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不要把佛要搞都变成这个样 所以啊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今天到西方起的世界 目的只有一个 加上一个度化众生 连你的旁边的人 你都没办法度化了 其他都没有免他们 你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我的邪佛是怎样 念佛的人是怎样 让这个大家 就看得你有信心 今天我在这边念佛 每天拿着念珠 好像我很用功 地道士 处世带人缺悟 没有一样的跟人家计较 人家会跟你学佛吗 人家在这边每天读经诵经拜佛 但是你的行为 你的脾气 你的言语 没办法写出来 你是一个学佛的人 你能够学佛让大家 让你的先生 让你的父母 让你能讹你的学佛吗 不可能啊 所以啊 佛法里面讲得好 求有不得 反求读经 今天有人既然来批评 我们要反省自己 今天我们在这个人 不是在别人 是在你的内心里面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你 不是别人讨厌你 是你自己有个问题 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生活当中过得这么难 是不是外面的问题 不是 都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 你自己愿意感到这些的困扰 让你在这生当中过得很辛苦 在这个辛苦当中 去度过 你说一次不一次 所以 那我今天问你们 我为什么要念佛呢 我为什么要念南弥陀佛呢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我等一下 下午还有一堂课 就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有人问啊 说我们为什么要念这句 南弥陀佛 然后第二呢 有人问我说 阿弥陀佛 是否在这个 大乘经啊 没有为我们说 这个阿弥陀佛的圣诞 经典里面我们看到 过十万亿佛图 有世界里面约记着 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只说有一尊佛 在四万亿的世界 这尊佛就说阿弥陀佛 但是呢 没有讲到弥陀的圣诞 那这个圣诞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下午 再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大家吃了饭后了 我们一起来念佛 跟大家来分享 最后我们的大习像 不要再人家吃完饭了 师父 修处魔了 今天呢 师父简单 到这边跟大家简单的说明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念佛了 对 今天呢 谢谢大家 也感恩大家 感谢你们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 讲讲话 分享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我们学佛念佛 不是在你念多少身份 不是在你送了多少布经 或者你拜了多少佛 我们 学佛最主要的 都是讲我们的心 那个心呢 只要你用有对了 以及佛法 都能够受用了 让你这一生当中 很快乐 所以我们呢 很多人问师父 我们学佛 要先从哪里开始 很简单 从你的真诚心开始 所以印光大树讲得好 一分的成绩 你就会得到一分的利益 你有两分的成绩 你就有两分的利益 但是这一句话 是很高度的智慧 不是随便讲的 所以那个真诚心 是很关键 那这个真诚心在哪里呢 很简单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 把蜿蜒放下 把所有的事情暂时放下 先暂时放下 你把你的心 跟你的身 好好融入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的真诚心 有多少 它就会得到多少 明白吗 不是说我今天 拜拜呀 花呀 这些 那个不是 真诚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像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你断断修上的 你有没有断断修上的 叫我们的转移为物 你有没有转移为物 你能够转多少 它就得到多少 这个就是你的真诚心 很简单 但是要讲到这个真诚心 是很圆满的 很幅 但是简单来讲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怎么样对人 你怎么样处事 你那个真诚心 如果用对了 你再来一处 无论狂风大辣 你那个心 就不会被这个 静静的手转着 无论这个静静是善的 或是恶的 逆的 或者是静静的 你那个心 都是清静的 那个邪佛才能够有好处 今天 早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 下午的话 我们来念佛 最后来 当回想 祝大家 吉祥 祝大家 健康 祝大家 老实 祝大家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们订阅 人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